欢迎来到健康财富学院 和CocationsOn一起每天学习几分钟 创造自己的价值和造就更好的自己 让自己值钱才是一辈子的财富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钱永远不够 不理财就由小康便清寒一书中的金句摘录 希望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 保险是生活的必需品 飞机没有保险就不能起飞 轮船没有保险就不能出港 不能没有消防队 国家不能没有国防 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应有这样的观念 深处社会之中风险无处不在 为防患于未然 每个家庭都需要从收入中拿出十分之一来投入安全保障 无事时准备有事 有钱时准备没钱 天有不测风云 仍有但细货福 是保险公司常用的行销术语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不愿意购买保险 认为买保险是浪费自己的钱财 还有人认为买保险不吉利 那不是诅咒自己出事情吗 还有人认为自己健健康康 能吃能睡能工作 什么问题也没有 购买保险干什么呢 其实这都是人们片面的看法 保险是一种延期兑现的商品 它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 具体来说保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一转移风险 买保险就是把自己的风险转移出去 为众多有危险顾虑的人提供了保险保障 而接受风险的机构就是保险公司 不过保险公司接受风险转移时因为有规律可循 摸清规律能够尽量避免风险 二、均摊损失、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 一般都是巨大的 是受灾个人难以应付和承受的 保险人以收取保险费用和支付赔款的形式 将少数人的巨额损失分散给众多的被保险人 从而使个人难以承受的损失 变成多数人可以承担的损失 这实际上是把损失均摊给有相同风险的投保人 三、实施补偿 实施补偿要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约为依据 补偿的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投保人应灾害事故所遭受的财产损失 投保人应灾害事故使自己身体遭受伤亡或保险起满因劫负的保险金 投保人应灾害事故依法对他人应付的经济赔偿 投保人应另外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约所蒙受的经济损失 四、抵押贷款和投资收益 客户虽然与保险公司签订合约 但客户有权终止这个合约 部分保单在客户资金紧缺时可申请贷款 如果你急需资金又一时筹不到 便可以将保单抵押在保险公司 从保险公司贷款 五、保值增值 一些人寿保险产品不仅具有保险功能 而且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如果在保险期间出现了保险事故 保险公司会按照约定给付保险金 如果在保险期间没有发生保险事故 那么在给付期满时 你所得到的保险金不仅会超过 你过去所交的保险费 还有本金以外的收益 可见保险的作用非常大 对于我们 个人每个家庭都很重要 那么经济不仅气时保险 还会起相同的作用吗 那是当然的 无论什么样的时期 什么样的年代都存在风险 保险需求永远客观存在 越是在经济萧条年代 保险业作用越大 美国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 是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 许多保险从业人员扮演了 免费为客户制定理财规划的角色 是现在保险业蓬勃发展的基础 经济萧条时期 人们总是设法节省开支 汽车少开 大房子不住 饭店不去 但维持生存的基本开支是无法省的 比如 生病必须看医生 发生意外必须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等等 越是艰难的时期 人们越需要注重防范风险 必须有应对和补偿风险损失的办法 而只有保险和救援服务才是最经济的方式 因为这类产品具有补偿损失的作用 让人们花较少的钱 解决很大的问题 如果一朝大病临头 许多人在台高住 也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 耗尽积蓄 如果投保受险和医疗保险 便可避免住院治病时的经济尴尬和病后的窘迫 或许不少人不在乎 不畏惧死亡 但他的家人却可能因失去亲人而陷入无尽的痛苦 和失去依靠的困境之中 投一份保险 也是承担一份责任 传承一份爱 意外事故固然难以预料 但在世界各地随时都在发生 如遇不测 谁愿意成为父母亲人的负担 或者让本来拮据的家境雪上加霜呢 这时候残疾保险金可以从经济上免除或减少经济负担或压力 也由此减少心理的压力和负担 要想退休的日子要活得洒脱有尊严 年轻时早准备 早投资买保险 年老时才能衣食无忧 度过一个无限好的晚年 某位企业老板因经济危机 商品卖不出去 薪水无法支付 最终申请破产 债务缠身 乌漏偏逢连夜雨 自己又得了重病申雇了 如果这位曾经风光的老板没有购买人寿保险 他的家人会过得很困窘 如果他生前投保了定期或终身受险 保险公司必须给付人身保险金 其家庭将因此而度过危机 不过在股市狂跌 房地产泡沫 全球经济一片灰暗的艰难时期 全世界的小康家庭都要面临生活拮据的现实问题 建议在开支方面做结构性调整 抓紧钱包 做好家庭理财 万一发生大的必要开支 像是医疗或意外伤害救治 没有钱万万不能 最简单 最经济的办法 就是参加短期意外伤害险 提高医疗保障 如果从保障角度和CP值来看 意外险无疑是最实惠的选择 通常每年只需支付数千元 即可获得数十万乃至于百万元的意外事故赔偿 投保人购买的意外险额度不需要太高 可以参考自己已经购买其他 险种产品的额度来制定 只要能够提高保障即可 人生会面临许多的风险和财务问题 当问题一旦来临 有时候你会招架不住 而保险就像是一道防护墙 帮你抵挡风险 分担忧愁 让你重振信心 继续向前 它以明确的小投资 来弥补不可捉摸的大损失 保险金在遭遇病死残 医的重大变故时 可以立即转换为周转金和急难救助金 因此 在金融危机到来时 保险肩负着保全资产 补偿损失 稳定人心和社会的重要作用 投资保险应采取适当的保费预算和保额需求 不要过高 也不要过低 专家建议采取双十原则 即保费的支出是以年收入的十分之一为原则 超出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恐怕会造成经济负担 进而陷入无力缴纳保费的尴尬局面 至于保额需求 则约为年收入的十倍 才算比较妥当的保障 一定要给家庭支柱买一份保险 如今给自己或家人买份保险 已是家庭最普通的消费之一 保险作为家庭理财的必要支出之一 已经越来越被重视 不过 人们在购买保险时都会犯一个错误 先给孩子买保险 一个社区中 约有80至90%的家庭给孩子都买了保险 但是这些家庭中孩子的父母 没有买保险的占大多数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 父母认为孩子没有自我保护能力 而大人可以保护自己 所以给孩子买保险 还有很多父母非常爱自己的孩子 以至于有什么好东西 就先给孩子 当听说保险有保障时 也先给孩子买 认为这也像是好吃的 好喝的 好玩的 先给孩子买保险 这真是大错特错 事实上 保险是保一个人的经济价值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 最具有经济价值的人 是家庭的经济支柱 试想一下 当我们的收入突然中断时 将会出现什么状况 年迈的父母需要赡养 年幼的子女正在成长 而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援 他们怎么办 对于收入不高的家庭 只靠经济支柱的收入 生活已经过得不易 一旦失去家庭的核心 情况不是更严重吗 每个家庭的支柱都是大人 一旦他们因意外 疾病等丧失工作能力 或者失去收入时 家庭就将陷入困境 因此 买保险要遵循一个原则 先给家庭的经济支柱 买一份保险 家庭支柱的平安健康 才能给家庭带来安全感 爱若是没有带来任何保障 就犹如只开了一张空投支票 你给家人的爱 有兑现的保障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案例 于老板在建材市场 做建材运输生意 年收入在250万元以上 妻子原本是秘书 有一个十岁的女儿 一家人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 后来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 妻子干脆辞职在家做个全职妈妈 自己扛起女儿 教育 关于购买保险 于老板第一个想到的妻子和孩子 他给妻子买了一份重大疾病险和一份养老险 给孩子买了一份意外险 年缴保费15万多新台币 而自己却没有买任何保险 一年后的一天 于老板开车经过一个工地时 被铁架上意外飞下来的一个砖头砸中了车 汽车方向失灵撞向了墙当场死亡 在得知噩耗后 妻子哭得昏了过去 除了得到工地有限的赔偿 于老板死后没有得到任何的赔偿 于老板的突然逝世 给家庭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于老板做生意有很多的生意伙伴 可是在他离世后欠他钱的人全跑不见人影 他的债主却都上门来了 家里现金很快就没了 妻子只能变卖房子还账 妻子一下子从衣食无忧变成流离失所 生活的困苦更不用说了 而一年多以前丈夫给自己和孩子买的十年期保险 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 他不得不将其退掉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保一家的经济支柱就是在保一个家庭 所以在做保险规划时 要切记谁最该保 谁最先保 那就是给家庭带来主要收入来源的那个人 而对于家庭支柱本身来说 你要给你的家人做好充分的准备 尤其是当你不能赚钱的时候怎么办 而保险就是给家人最好的一道生活安全防护罩 如果把这个顺序弄反了 你给所谓最需要保的人所买的那些保险 在支柱出现风险后不仅没有任何作用 还会成为家人沉重的负担 家庭支柱在做保险规划时 选择适合的保险公司也很重要 而选择保险公司最需要考虑的是保险公司的实力 偿付能力 公司信誉等 同时 由于保险的专业性 最好选择专业的保险理财顾问来为你做规划 专业的保险理财顾问能够分析 我们目前的家庭经济状况及潜在财务风险 知道你的风险偏好程度 能为你量身打造适合的保险计划 对于一般收入者 主要是利用保险来进行医疗保障 意外伤产保障 身故保障 一般收入者的家庭抗风险能力较弱 保障最为急需 保险重点应在解燃眉之急 保障基本生活 任何保险不是高额越高的越好 而是适合的自己才是最好的 购买保险 切记互相比较的心态 因此 保险规划还需要注意安排适合的保额和保费 保额的尺度 应考虑被保险人的赚钱能力和需抚养 亲人的生活费以及尚未偿还的房屋贷款等综合因素 适合的保费 原则就是以不影响目前生活品质为前提 在保险产品的轻重缓急 安排先后次序上 保险产品最先考虑意外 医疗和身故保障 其次考虑教育金 养老安排 同时需要根据不同的投保目的 选择相应的保险产品 出于 必以产税的考虑 可投保终身受险 需要以较低保费获得较高保障者 可选择意外险定期受险 最后投保后你还需经常检视保单 清楚自己的保险计划 当家庭经济和人员发生改变时 还要适时调整自己的保险计划 保险是一种很好的理财工具 首先能使你的资产安全 当你的资产在遇到风险时 不受或少受损失 且能够保值增值 其次投资保险其实就是对风险的投资 为我们自己不愿意承担的风险去投资 当风险一旦来临 不能让风险对自己造成沉重的打击 不能让财富损失 最好还要能将风险变成赚钱的事情 那就是保险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与帮助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集内容 请分享它帮助更多的人自我成长 并欢迎您的留言 感谢你的支持并帮助我们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kokoshansong.net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